這特寫也在記憶裡面沒關係 那這邊的話是我們一般的 就是我們實驗室裡面比較普通等級的 你們等一下可以猜 但是請幫個忙 讓我知道我在旁邊看 我怕東西會掉 拿一個盤子或拿一個這樣的籃子 假設我用這個籃子 因為你萬一掉的時候 它比較特殊它是兩隻手在這邊 看來它的設計很好 那這也是我們蕭露琴學姐幫我在大陸我家上買的 你可以測試 今天你可以做這個 但是幫我一個忙 讓我知道我在旁邊看 然後我會給一個小籃子 萬一我跟各位講 這樣不小心掉出去的時候 你會找不到 那這東西如果你看到髒的時候 拿起來 這就是我們原型刻度片 你會發現比十元銅板還要小跟五元差不多 好 那一樣 插完 插完之後把它放回去 來幫我特寫一下 再放回去 好 如果說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可以排我特寫 你可以先這樣子看 先沒有裝不能倒下來 不能倒下來 這樣看 這個刻度是正的 這個刻度是正的時候 再把這個東西轉回去 好 OK 這個可以給各位玩 因為這個是我自費買的 弄壞的送我的 我不會叫你賠 OK 然後 但是今天這個是實驗室高檔式 我不會讓大家做那個 期末我再讓他操這一台 好 OK 來 麻煩現在一件事情 麻煩你拿手上的這一顆 開始跟我一樣拆寫 但是沒有 籃子也給我拿籃子 我再示範一次 這邊兩隻手指頭 壓著這邊 這邊要填那個AB對不對 抓著這邊 它不用特殊工具 這樣子就可以了 幫我特寫過來 因為它這個跟這個 它跟這個我們正規的 它是有差的 它這裡有一個塑膠環 很容易做 所以這邊它是平的把它轉出來 轉出來之後 它手指就可以這樣子用 用之後呢 那一樣 你戴不戴手套 無手 因為它考場沒有給手套 那一般如果在 我大概很多年級的 在我們這邊實驗室戴 我會讓他們戴手套 好 就這樣子 好 OK 再一次 然後呢 正面反面我不知道 那一般我會先 清晰 好 來 正面反面不知道 放進來 那它正規而已 它不會 OK 這樣翻起來是正的 這樣是正的時候呢 把它轉進去 好 OK 再一次 這個我當時好像學姐 幫我買一個幾百塊吧 這個我不敢玩 這個可能要幾千塊 所以沒關係 這個弄完了 弄壞了 我不會教你可以 但是就小心使用 好 OK 來 各位我們先中這個動作 好 結束